近年来中共贪官滚滚外逃的赃款 不仅炒高了香港的房地产 也炒高了欧美国家的房地产 但不只是中国资本外逃 外商和外国银行也在大规模撤资 日本媒体就报道 中国富豪们的资金 还有欧美银行的资金 正像是能够预知大地震来临的动物一般 逃离中国 英国广播公司BBC 引述日本产经新闻 驻北京分社长山本勋的报道说 中国经济前景的强烈不确定因素 令腐败官员等族群 加速向海外转移财产 美国和加拿大的豪宅开发 正由中国的投资者和富豪们掀起盛况 2010年 从中国大陆流向海外的黑钱 高达4120亿美元 2011年6000亿美元 去年预计已经突破万亿美元 今年很可能达到15000亿美元 中国流失的黑钱规模 正急剧膨胀 占GDP的20% 2012年发布的中国国际移民报告显示 中国大陆个人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富豪中 近60%已完成投资移民 或有相关考虑 去年胡润报告说 超过85%的人计划将子女送到海外求学 中国民众逃离中国脱离中共国 实际上已经不是新鲜的事情了 过去半个世纪 160年一直有 过去二三十年更多 有钱的人 有知识的人 有智慧的人 还有能力的人 有门路的人 都得增相 离开中国 就说实际上 中国社会 不管是政治也好 经济也好 环境也好 都是一个非常不适合于这个人类居住的地方 据美国媒体报道 中国投资者和富豪们的热门投资地点 已从美国纽约 洛杉矶 旧金山 延伸到休斯顿 波士顿等地 而加拿大温哥华今年上半年 售出349栋 价格在200万到400万加币的豪宅 主要买家正是中国富豪 这些富豪使温哥华豪宅销售量 比去年同期增加77% 政治搏迪当中 严重影响到经济层面的发展 对于投资家来好 银行家也好 以及贪官污吏来好 他就觉得对于这个政权 不抱什么希望 觉得反正早早晚晚 这个政权要垮 国家要分裂或者是动乱 那么先做先期的准备 早走好过晚走 今年欧美银行也大举撤出中国 美国高盛投资银行 抛售了它所持有的中国工商银行股 瑞士信贷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 则分别抛售了所持有的中国银行股 而今年9月 美国银行宣布将全面抛售持有的中国建设银行股 西方公司出售的原因就是中国的经常环境日移恶化 还有那些西方资本对中共原来那些希望性的泡影幻想 现在开始破灭 谢田指出 随着通货膨胀加剧 中国境内工人的工资在上涨 投资成本上升 加上中国的资本集中在少数贪官和利益阶层手上 缺少真正的中间阶层 而造成中国内需潜力薄弱 新唐人记者刘慧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